你要把叔叔送到养老院去 这是爷爷写的 他说他不想走 你们都不用走 在你的心里 根本没我这个征服 经历感情变故 他终于懂得爱与责任 有苦有乐的故事中 深藏生活的真谛 两个人生观 价值观不一样的人 生活在一起 那就是一种摧残 袁大医生 能请你跳支舞吗 普法栏目剧橘子红了 下集正在播出 这个叔叔前前后后 大概三十来晚吧 小橘 老板 爸 我知道我的腿起不完了 不如小姐死了 我倒在你和爸爸 阿爸 我慢了 给俺家橘子看病 俺们现在有啥 就剩这房子了 小橘子 俺家橘子可怜呀 三岁的时候 这腿就长了瘤子 我们栏目主会帮助你们的 一定要救救阿家橘子啊 病人得的是脑梗塞 已经造成了暂时性的事与 和半身瘫痪 我父亲呢 前段时间脑梗塞 所以现在行动不太方便了 找护工呀 啊 可以啊 我叫孙小菊 我们能成好朋友吗 小艾姐 这也太假公祭司了吧 这个事情啊 没有经过调查 就不要乱说 你不能继续再照顾我爸爸了 你要辞退啊 我以前跟你们说过不好次了 你不能进去 不是 你跟你说 谁是颜小艾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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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怎么了 主任 我说啊 这怎么回事啊 你是领导啊 俺问你 你为啥要断俺的活路 怎么回事啊 俺在颜小艾家做护工 小艾看俺可怜没地方住 就让俺和女儿在他家白吃白住 小艾知道俺需要给女儿医药费 每个月给俺三千块钱的护工费 可他现在不让俺在他家做了 好问得也问他才跟俺说 单位说俺在他家干活影响不好 那俺就不明白了 俺在他家当护工咋就影响不好了 不 我 你说你在颜小艾他们家做护工 他每个月还给你护工费 我们又没看见 是不是小艾让你这么说的呀 你是哪颗聪明啊 俺跟你说俺家大妹子她是活菩萨心肠 到你们这上班啊 你们是烧了高香了我跟你说 不像有的缺的戴帽的 你给人家提鞋那都不配 不配 你怎么说话呢 八姐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赶紧回去 俺说的是实话 别闹 行了 赶紧回去 行行行 王 给他带休息室去 行行行 来来来 赶紧跟我说 走了 我跟你说 今天不是看在俺大妹子面上 来来来 走走走走走走 走了 行了 行了 先生 实在是不好意思 我确实不知道他会闹这儿来 自己家里面的事 就不要闹到单位上来 还有没有王法呀 好 好 不说 你正好来她正好 坐坐坐 我正要跟你说件事了 有个好消息告诉你 台里准备专门成立一档新节目 名字呢 就叫小爱热线 这个制片人呢 正在筛选之中 小爱 我们觉得你是最有希望的 你要努力哦 金主文放心 我一定不会辜负领导对我的期望 我会加倍的努力 花姐 你说你大半夜的不睡觉 你怎么又喝上了 俺就是睡不着 喝两口酒睡得香 你咋也不睡呀 小菊明天手术 我还是挺担心的 他病情特殊 医生又没有十足的把握 我就是突然间觉得有点害怕 俺都不害怕 你害怕啥呀 再说 俺家橘子福大命大 什么难关他都能挺过去的 你就别担心了 别着凉了赶紧回去睡吧 晚夜去看看小橘子去 橘子啊 明天咱们做完手术 你就能像其他的小朋友那样 能跳绳 能跑步 高不高兴呢 高兴 妈妈 明天我的手术能成功吗 能 一定能的 好 咱们睡一觉 来 来 来 3 5 6 4 9 2 3 2 2 5 小菊子咋样了 短时间内还是无法占领 需要一段时间康复治疗 不过你们放心 手术是很成功的 大家一起努力吧 谢谢大夫 谢谢 太好了 那作为这个小菊的主治医生 我们想采访一下 小菊后期康复大概需要多长时间的 这个问题一人而异 有的需要三个月 有的需要更长的时间 不过你们放心 我们会给予最好的康复治疗 大妹子 你咋了 没事吧 谢谢 谢谢医生 看你最近老是恶心 真是有不好 你现在心情怎么样 我高兴 该不会是 又滑了吧 我特别高兴 别瞎说 还没瞎说 觉得你这个症状呀 就像是有娃了 谢谢你们 我谢谢你们 我谢谢大夫 我谢谢你们 好好好 那我们先来采访一下小菊的妈妈吧 好吧 来 小菊妈妈 因为小菊手术非常地成功 你简单地跟我们说两句 现在心情怎么样 我现在的心情很高兴 也很激动 但更多的是感激 现在你需要注射黄体和不速保胎 同时 我卧床休息三个月 三个月 那我卧床休息三个月 胎儿就一定能保住吗 导致流产的因素很多 我们无法保证 他就准备专门成立一档新节目 名字呢就叫小爱热线 我们觉得也是最有希望的 喂 您好 我想预约一下今天下午的人流手术 我们就在这一档新节目 我跟其他一档新的领域 我跟其他一档新的领域 你把孩子打掉 这事大兄弟他知道了 所以才让你替我保密 我要是告诉了他 他肯定让我在家卧床休息三个月 我怎么可能用三个月的时间 来换一个未知的节目 可这么大的事 你能瞒得住多久呀 我就说 我摔了一跤意外 然后你来告诉他 他没相信他 你让俺帮你撒谎 骗大兄弟啊 杨松芒 来啦 叫我 借用一下你名字 把妹子啊 扎实是没有过 你再好好想想 想清楚了 你再考虑考虑考虑 不是 晓岩 我跟你讲啊 今天啊 我跟我们的孩子买些东西 有什么尿不湿 小孩出身要穿着衣服 开着奶瓶什么的 乱七八糟的 花姐 大眼兄弟 回来了 回来了 袁叔叔 花姐 手怎么了 没事 就受了点小伤 注意点啊 小孩呢 在屋里边 在屋里边呢 大兄弟 俺们在回来的路上 出了点状况 吵架了 不是 是 你自己进去看看吧 好 行 我去看看 没事 爷爷 我去给你朗读课玩吧 好 怎么了 老公 老公 我都小心摔了一跤 所以 孩子没保住 老公 老公对不起 我知道 是我不好 我没有保护好 我们的孩子 老公 对不起 真的对不起 老公 你可不可以原谅我 我 我知道是我不好 我没有保护好 我们的孩子 我现在真的已经很难过了 我 觉得 对不起 老公 我也不想这样的 我知道是我不好 我没有保护好 我们的孩子 对不起 老公 你原谅我 真的对不起 我不想这样 我以后 孩子没了 咱们可以再要 别哭了 我 我老公 我再给大家宣布一下 小爱热线这个节目 由以前的十分钟 改为现在的三十五分钟 这档节目 作为我们电视台的品牌节目 进行打造 这个节目的制片人 就是严小爱 感谢领导的器重 也感谢同事们对我的支持 我一定不负众望 将咱们的栏目再创辉煌 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自从小爱热线开播以来 就陆陆续续的接到了 很多观众朋友们 为我们拿来的群组电话 严小爱呢 会一一的为大家接纳 该谁出来 该我出啦 出啥 三个K 大牌呀 四个二 叔 放大招呀 但是对不起 王炸 叔啦 你们俩 贴上吧 对吧 需要休息 你们在这儿招惩他干嘛 叔他等你回来 他就是不肯睡觉呀 爸 以后你到时间了 你就自己睡觉 你别等我 我现在当制片人 我很忙 再加上我们台那个栏目 又用我的名字命名的 这证明我们领导器中 我更是不能辜负他们 爸 你能理解我吗 听到没 早点睡觉 橘子 咱们扶爷爷回去睡觉了 好的 咱们扶爷爷 拿转 妈 我回你 来来来来 咱睡觉我去 走走走走 好 好 你 欢姐 不老人回来没 你们一个比一个回来得晚 叔他就是等你们 谁才那么晚睡的 欢姐 过来一下 我跟你说一下 我打算送我爸爸去老年康复中心 那无论是住宿条件还是医疗设备都挺好的 啥 你要把叔叔送到养老院去 不是养老院 是老年康复中心 那儿的医护人员都是经过专业培训的 饮食上面呢也是科学搭配 而且还有豪华单人间 最重要的是啊 有康复中心 叔他不需要去什么康复中心 他就想你多回来陪陪他就行了 花姐你怎么又不穿鞋啊 俺在村里习惯了 这样挺自在的 再说叔叔在家从来不说俺 他还说这叫接地气 我爸爸是因为心地善良 他顾忌你的感受他才说不在乎的 那你能看出俺没穿鞋 你咋就看不出叔叔他想你啊 那你怎么不看看 我爸爸在家里都待了这么久了 可是他康复的一点都不明显 那我们是不是该送他去康复中心呢 大妹子你不懂老人 这老人呀他就是死 怕也愿意死在自己个儿的家里 花姐啊本来呢有些话我不想说出来的 我知道你心里面的想法 你就是不想回农村 但是你也不能总赖我们家呀 我跟我老公平时都这么忙 我们也不可能关照你们一辈子啊 俺没有想要赖在你家 俺就是真心实意地想照顾好俺叔叔 不像你 不关心他不照顾他 就想花钱图省事 把他送到养老院去 你要是跟我们村里 你这个就叫不孝顺 我努力工作 我给我爸爸看病 送他去最好的康复中心 你说我不孝顺 再说了 我孝不孝顺 好像还轮不上你来评论吧 是 俺没资格说你啥 你是天上的月 俺就是地上的泥 但咱俩都是女人 俺那个男人再混账 俺在家里也是照顾好孩子 伺候好俺瘫痪多年的公公 直到给他养老送终 可你呢 不管老人 故意打掉自己的孩子 闭嘴 你信 老公 老公 你听我跟您解释啊 其实是这样的 爸爸病重了 医生说孩子又不一定能保得住 又是属于事业的上升期 你小孩 在你的身边当中只有你的工作 你有在乎过我的感受吗 你把我当作是空气 把家当作是空气 你把我们的孩子当作是什么 他是叫生命 他什么都不知道啊 你有什么资格 说把孩子打掉就打掉 你有什么资格 干什么呀 你干嘛 你干嘛那么大声冲我吼啊 你是在指责我吗 干嘛呀 我不觉得我有错呀 我哪错了 我 没错 是我错 是我他们错了 大兄弟 小艾阿姨 这是爷爷写的 他说他不想走 行啊 你们都不用走 我走 大妹子 大妹子 你别走 妈妈 怎么办啊 都用我 说什么不好呀 闯祸了吧 以前经常在这儿看你踢球 你叫我来这儿 有什么事吗 咱们俩好好聊聊吧 我还休闲 我足足等了你四个小时 你现在就这种态度对我吗 我刚做完一场手术 足足七个小时 我现在需要的是休息 而不是和你去谈谈归宴 你搬去医院的宿舍 你不跟我说一声 现在我们俩见面了 你又不想跟我说话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想干什么 小爱 你扪心自问 在你的心里你有关心过我吗 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 你以事业为重 有自己的梦想 有自己的追求 我都无私地支持你 可我作为一个男人 我也有自己的梦想和追求 手术做得再好 只要你不是博士 就没有上升空间 每当我面临家庭和事业的选择的时候 我都会妥协 去选择家庭 我不计较 因为我们是夫妻 直到你自己打掉孩子 我突然明白 在你的心里 根本没有我这个丈夫 我们今天走到这一步 我们今天走到这一步 是因为我们的婚姻 早就出现的问题了 把戒指给我们了 从哪里开始 从哪里结束 从哪里结束 來吧 从今天开始 你就是我妻子了 我最大的梦想啊 就是我们一起 看着我们将来的孩子 慢慢地长大 然后我们陪着他 慢慢地变老 那你要答应 你要一辈子都对我好 要宠着我 而且什么事情都要做 我答应 答应 抱歉 我们的小爱刚刚获得了全国的主持人大奖 今天把她请到演播室呢 就想听听我们的小爱又有什么想跟大家说的呢 其实之所以会得这个奖是离不开我身边的同事 我们共同的付出和努力 而小爱热线之所以会深受观众朋友们的喜爱 也是因为我们一直都是用一颗真心 去对待每一位求助者给我们的问题 我希望呢在今后的日子 我们可以继续用我们的微博之力来关注到 每一位需要帮助的朋友 小爱热线 我会一直在你身边盼您而行 我是顏小爱 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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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如 阿如 你起来 阿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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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说他每天都看你小时候的这张照片 他不止一次跟俺说 他老年得子 把你逞得像小公主一样 你又特别懂事 说他老稀罕你了 前些日子开始 叔可能感觉到 他时间不多了 天天地盼你回来 有时候一等就是一天 俺说让他去睡觉 他就不肯睡 他就要在那等着 叔跟我说 他最希望的 就是你能给他生个外孙 可你不愿意 他就把你大的小橘子 当成孙女一样疼爱 我都受到这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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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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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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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不不 好 儿子哭哭了 你哭哭了 你心里就好受了 妈妈 行了 大妹子 就送到这儿吧 俺在你家 看过一本关于婚姻的时候 俺记得上面好像写的就是 两个人生观 价值观不一样的人 生活在一起 那就是一种摧残 看来你在我们家 也没有少读书 大妹子 不是啊 说你 你说你这好好的日子 干吗非你把这过呀 人大熟你人多好呀 你舍得 把他往别的女人那儿推呀 其实我现在想想 还真是自己不懂 以前我太自私了 我做事从来都没有站在他的角度去考虑 我总是想着 他一个二婚的男人跟我在一起 他就应该宠着我 让着我 你说你啊 你说你啊 对外面的人热情如火 可对自己家里人呢 冷冰冰的样子 我真是搞不懂你 我也搞不懂你自己 对了 这个橘子 小橘喜欢吃 你们就拿上吧 路上 小橘 该说什么呀 谢谢小艾阿姨 小橘啊 小艾阿姨看你平时在家 特别喜欢玩小艾阿姨的iPad 那小艾阿姨就送给你吧 这可不行啊 这多贵啊 不能送 不能送 以后不一定什么时候才能见面了 说不定啊 这辈子都见不到了 好了 拿着 小艾阿姨给你的礼物 谢谢小艾阿姨 你说你这孩子也不客气 好了 那就一路平安 我们都好好的 好好的 再见 再见 阿姨再见 大妹子 慢点啊 再见 再见 小艾阿姨再见 大妹子 再见 小艾阿姨再见 小橘子 嗯 你愿不愿意 我愿意帮小艾阿姨和元昊叔叔一个忙呀 愿意呀 小橘 谁找我啊 你省人啊 橘子 你怎么来了啊 元昊叔叔我想请你帮我一件事 橘子 你想让我帮你什么忙啊 明天我就要和妈妈走了 你能不能帮我把这个iPad给小艾阿姨呀 让我把这个给小艾阿姨 让我把这个给小艾阿姨 你记得让它打开看 别忘了 行 我答应你 说话说话今天就给拉钩 拉钩 拉钩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变了就是大猪头 你才是大猪头呢 大猪头 拉钩 哇 好烫啊 吃饺子要醋 醋呢 那个 我没骗子 写得等一下 挺好 那个小局让我拿东西给你 再带你 再带你 他给我的 对 让你看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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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我 要不 你吃 我医院 妈 你吃饭了吗 没有 我包了点韭菜馅的饺子 你 要不要吃点 好啊 那好 那你坐这儿等一下 十分钟就好啊 那你坐这儿等一下啊 马上就好 那你坐这儿等一下啊 我多给你碗的韭菜 我把柯子 拿起来 点儿 橘子 俺们这一路走来 有好多好心人帮助了俺们 你以后长大了 要好好地学习 做一个有出息的人 将来好报答他们 我要报答好多好多的人呢 比如说小爱 阿姨 袁叔叔 慢点啊 韭菜饺子 好疼啊 什么时候喜欢上听收音机了 什么 以前花姐在的时候总听 所以呢我也试试听了一下 发现还挺好听的 你尝一个吧 尝一个 尝一个 很难吃 好吃 来 你也吃一个 好 好疼啊 在今天我们接到一位 名叫姚生欢的女士 打来的电话 在电话里 她说 稳稳的幸福 稳稳的幸福 送给我的朋友 严小爱 和她老公元昊 还想跟他们说 祝他们百年好和 早生贵子 一辈子都这么快快乐乐 健健康康 幸福下去 那么现在一手稳稳的幸福送给你们 不管我们曾经经历过什么 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祝你们拥有稳稳的幸福 袁大医生 能请你跳支舞吗 有一天 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 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但复制简单的满足 有一天 该睡从平淡日子该说快乐 看到了明明白白的远方 我要弯弯的幸福 能抵挡末日的残酷 在不安的山野 能拥抱你 你没扔啊 我当然没扔呢 这是我人生当中最珍贵的你 当用双手去碰住 每次扇手入怀中 有你的温度 老公 对不起 之前是我太冲定了 老公 其实该说对不起的人是我 我之前一直很自私 我做什么事情都 不嫌弃 我的韭菜味了 不嫌弃了 没洗手就吃橘子 这不为啥 你管我 快点给我 严大主持人 您是有洁癖的人 现在没有了 快点给我 不给 快点 不给 不给 快点 我还真不信 我还哪 我给你 姚生花和颜小爱 在一起相处了这么久 两人在潜移默化中相互影响 真诚质朴 乐观坚强的姚生花 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儿 不仅成功的让女儿得到了救治 而且还收获了和颜小爱真挚的友情 你慢点 你慢点 你慢着点 你还着孩子呢 小剧 感觉有没有哪儿不舒服走着 没有 真是太好了 姚生花的一句 俺就是不信了 透露着她内心那份坚定 执着和对生活的热忱 这乐观坚强的心态 给自己以及周围的人 带来了源源不断的快乐 希望和改变 没有 她现在是俺园子 雇佣的劳工 试用期还长着呢 你看小鸡腿都好了 那烤下棋能不能短点 短点 行 那就斩定为十年吧 另一方面 颜小爱经历了父亲的去世 丈夫的离开之后 明白了家庭和爱的重要 俺现在想念试了 要不还给你们念一首 好啊 鼓掌 姚生花个人诗歌朗诵会 现在开始 嫁如生活欺骗了你 不要忧郁 不要愤慨 不顺心时 是咱且克制自己 相信吧 快乐的日子将会来临 大家好 故事圆满地结束了 生活依旧在继续 希望电视机前的您 也能从故事中汲取力量 也能被姚生花的乐观坚强做鼓舞 而不被挫折打败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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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